但是,得到圣灵的人,他按着圣灵所示的那个口才讲出来的这句话是我们听不懂的。 这个情景跟第一次圣灵降下来在二章那里的记录是一样的。 那圣灵有降下来的第三个,就是第九章里头逼迫耶稣的扫罗得到圣灵。 那在九章十七节那里, 这个逼迫者扫罗竟然可以得到圣灵耶。 那其实这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是保罗有特别把他受圣灵这个事情,特别讲出来。 在吉普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五节, 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他这个话是十分可相信的。 因为保罗说,在罪恨当中,我是一个罪很大的人。 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么快,都还被得到主的怜悯,主的救恩。 你要拯得到圣灵,你要连归主成为神的额领。 圣灵就会帮助他,帮助一切的改变。 所以,逼迫者扫罗受圣灵,最重要就是要给我们留下一个网站。 从以后来信耶稣之人的网站。 圣灵第四次降下来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第十章, 把哥尼流受圣灵这件事情。 而比较特别的是,哥尼流他并不是在祷告的时候就到圣灵。 好,比较特别的是,当彼得跟他们聚会在讲道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到圣灵了。 您会在看声音,这也有时候用大部分的团队。 他会在专注的对方的坢尽特别别的坏。 您会在看声音,在祷告中的地方。 但是,神从老是生命进入了订阅。 他们在家里面在社匯和他们在那时候, 我们要聚会在社区中的活力。 而且因為歌迷流是一個外邦人 在當時許多猶太人是認定外邦人不配得到糾恨 可是神卻透過意向 只是革命流也以外面知識 神所接近的人不可以幫他幫嘗試食物 這件事情要告訴我們 外邦人也是神所要拯救的對象 所以不可以抗拒 不要不把鬼從外邦人 所以神讓這些人還在聽到的時候就受射靈 那之後他們才去接受洗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恩典 那第五次就是以無所的這些問題 那這裡提供所得到聖靈的過程要證明一件事情就是 按照聖經真理的一個洗禮和聖經洗禮的重要性 因為有許多的我們在這個時代有許多的已經信主的這些基督 有許多很重要的 那主要改革已經不已經洗過了 所以不用幹這些塑膠的洗禮 所以有些道理他們完全的 也就是說無反對 但有時候也沒有完全接受 然後加上一些原本在西吉日教會傳統的訓練 所以我們從聖經一頭將純正的道理講解了 但是卻也沒有辦法進入到他們的心 所以有時候他們也羨慕聖靈要得到聖靈 甚至有時候也想遵守安息日 也想要在這裡你做聖餐 但是沒有在這一書教會洗禮 沒有不死 主委他們完全的接受我們所傳得救從聖的全貝的訓練 甚至有些基督也說我們也都講發言 我們也都有聖語 他們常常會用這個來支持說我也是一個得救的人 然後他們也最常講的一句話 我們是靠耶穌得救 我們是靠教會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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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靠教會的教度來看 教會既是基督的生理 但是生理只有一個 我們是靠教會的教會 這個生理也就是耶穌基督所講的 但是要把外面的梁帶進來和一群灰一個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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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不活呢 已經有人信了耶穌主義是可以得救的 但是最後還是要進入到這個得救回這個羊群裡面 我們覺得在裡頭的這些羊成為一群 所以說的基督徒 難道正義書將會有參考到的嗎 如果他們真的是在追求永生追求正義 我們要用大陸主的心來接受 可以幫助他們得救的真道 神經會把聖靈視給他 讓他得到聖靈的幫助 每次參加這些跟得救有關教育 這些道理的時候 同樣是真理的聖靈 最後的結論 認同度一定是一致的 但是有些基督徒他說 我有聖靈 我有聖靈 我的聖靈也會震動 這只是得到聖靈的一些現象而已 那得到聖靈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靈裡頭 他是會合一的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理論 既然看的是同一本聖靈 為什麼你的靈跟我的靈 在面對神的真理的時候 是結論不同 看完不同結論也不同 他就讓你一致 面對我們一致 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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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沒有辦法在靈裡頭 讓我們的真理而一呢 所以很多人還是堅持啊 不需要手啊 其實 很多人還是堅持 我信念書就有聖靈了 信念書 那你的傳統 你說相當就是一個 一個樣子 一個象徵性的 那這些講法 在我們這一書教會 我們得救的教會裡頭 我們都是不接受的 聖靈有的 我們不敢不做 聖靈沒有的 我們不敢把它加用進來 這就是一個純正的 有真理的教會 應該有的 這就是一個純正的 有真理的教會 應該有的 這就是一個純正的 有真理的教會 應該有的 因為這個聖靈是 這個教會 得救的教會是 基督的聖靈也是 聖靈親自建設建立的 是因為你的教會 而不是 我提示 那釣法 有剛才有 基督說 我有神明 我有明言 我們就不停靈 他道道的現象 就很快地說 你真的有神明 有 tod實 有問題 我可以說 是要以真理,在您裡頭真理能不能合一 是能不能再合一個證據 約翰一書第四章,我們最後一個來做結論 約翰一書第四章 我們先唸第一節 約翰一書四章第一節 約翰一書第四章第一節 因為四上十都講,四章第一節 我們在第五節跟第六節 我們在第六節 我們在第六節 在圣洋文第十章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听出我的声音,所谓认得主的声音,这就是真理啊 得主的教会,既然是圣灵所建立的教会,所以有全面的福音,有全面的真理,一定有真理的圣灵在这当中,要不然这个教会的真理,能不能更改 改变了圣经真理的意思 得主的教会既然有全面的真理,全面的福音,又有神那里,战争安装 所以刚收到门,我讲了一句用门,现在的话来讲到听,你们才骄傲吗 只有你们才可以得救 所以你们才能够让你们才是完美的 你们才能够让你们才是完美的 只要你们的真理才是正确,我们为什么要听你们的 他们是怀疑,指引你们教会的认知是自己的讲法 所以当然他们怎么样的想,怎么样的讲,很多所谓 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得救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是怎么想 还有,你要怎么讲 你还不承认这是一个唯一的身体,唯一得救的教会吗 这就是我们自我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自我的信心 我们怎么看说我们骄傲没关系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这是自信 我们是完全的建立,建立的信心 相信这是神得救的教会 当然如果按照约翰的讲法 属神的人 但是神的人啊,就要听从我们 这就是这样讲合一性嘛 如果你对圣经真理 如果你对圣经真理 跟得救的教会的认知是一致的 他们表示你所领受的敌 就是从神而来 因为我们是透过圣经的真理 透过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头 我们原来说,部属神的救不听从我们 所以这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 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的问题 我们原来说 你只要从我们在对谈真道的事情上面 我们在用神的真理在做对话的时候 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在灵里面 真理可以合一 我们所领受的灵 一定都是从神的 如果在灵里面 我们的真理是没办法合一的 他一定是准备宇宙外的理由 他必须对这个时代 我们在灵里面 有没有尽力的很重要的理由 我们对一些 吃尔夫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正对一些 你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来说 他从祂祷告的现象来认定他是不是有圣灵 从祂祷告的一个这些现象来看 最重要是在这里头能够可以 我们才会知道 您所认是同样的真理的圣灵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谈到整个部分 圣灵是印记 您需要通过祷告祈求才能够得赞 并且在真理里头已经是合一的 所以我们受胜的队伍来说非常的重要 非常帮助我们 我们最后一起装饰帐 装饰帐帐 240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